虽然前面我介绍了西医中医 那为什么现在无论西医中医都不能治全部的病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医不太争气 为什么不太争气呢 就是中医师不修炼 但是我们这儿的中医师有点不太一样 吴医师都是修炼的 因为我们传统的病因 你给人治病的时候是病很好治 难在于你不懂他为什么得病了 就是诊断这个地方 就是他为什么得病了 那现在的中医也好西医更简单了 西医他就不讲什么内因啊 内因是情绪上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心理 心态波动 喜怒哀乐悲恐惊 那这个情绪的激烈波动都会引起各种疾病的产生 那么这是中医 优于西医的地方 西医不承认这个东西 西医就是你坏了就是坏了 没有原因就是坏了 那我这个查你就是坏了 为什么坏了不知道 有的人干脆说你这么大年纪不坏才怪了 然后就是坏了 为什么坏了不知道 那中医还可以说 哎呀你看你吃得不好了 缺钙了 哎呀你这个情绪不好了 长期的抑郁了 说你这个肝就硬化了 肝就得肝癌了 他把这个情绪上还能讲上来 那实际这是病因的三大因 病因的三大因 一个是内因 一个是外因 一个是本因 那现在的传统中医 他是比较重视三因一体诊断 就是这三种原因我都给你找出来 你这个病的内因是什么 外因是什么 本因是什么 那今天的中医也不管这三因了 那称其量刚才说讲一个内因 你过于疲劳了 你的情绪过于不稳定了 过于紧张了 这导致的这个病 这是内因 那这个正气好损了 营味中骨不足了 他懂得讲到气上面 还可以把他讲的内因 讲出多种原因来 那包括这个食物吃得不好了 消化不良了 等等这些都是病因 这是内在的原因 外因是什么 外感风寒 这个总共有八血 太热了不行 太寒了不行 太湿了不行 太干了也不行 那总共是有八种外因之病 这个叫外感八血 叫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如果你的内因 你的身体里面的正气足 外面这些也是很热 为什么有的人不生病 你生病了 因为人家正气内存 他修炼 修炼以后 他的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三丹田的气都是饱满的 所以他身场周围有一层光 胃气十分光鲜足 所以说外邪不能够轻弱 所以说外邪不能够轻弱 叫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 这是内因 大家要知道 外因就是外面的刚才这些八血 本因是什么呢 本因是因果 那么中一是源自道一的 就是我们元祖福西寺开始 他是传道的 是叫一阴以阳为之道 也这个历史大概 距我们今天有八千年的历史 很久 这是从一经开始 一直到皇帝内经 皇帝外经 到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医圣 所写的著作 那实际上都是在戒一传道 戒一红道 就是你阴阳失衡了 阴阳失衡了 所以导致的疾病 那阴阳失衡了 现在的中医师 只能讲到体内的阴阳 你这个太寒了 这是阴了 太热了 这是阳了 他只讲到这个 他忽略了一个阴阳空间 也就是说 有一个阴阳世界存在 我们人生活的这个空间 是六道众生共享空间 有天道 有阿修罗道 有人道 有畜生道 有鬼道 有地狱道 还有发难横死的 凶恶的恶鬼 那么还有祖先鬼 就是祖先的幽精 守世鬼 也存在这个空间 也可以导致疾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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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